画面上就是皇冠公主号在洛杉矶的圣佩德罗港口停泊的情形 外电报导指出,最早有人在16号星期天接受CDC人员检查时 共有309名乘客和1160名船员 其中快速筛检,至少有172人呈现阳性反应 这是皇冠公主号2006年首航以来 第五次出现诺罗病毒群聚感染 前三次分别是2012年的1月、2月和12月 虽然经过卫生单位督促改进 但又在今年4月第四度遭到诺罗病毒侵袭 才过半年多又五度中标 诺罗病毒属于高感染的传染病 一般借飞沫传染的流感 要上千个为例才会让人生病 但诺罗病毒只要18个 接触到的人就会中标 除了一些卫生条件较差的地方 像是船舱内人群密集的所在 只要在冬天的好发季节 诺罗病毒就很容易传开 目前皇冠公主号已经通知准备登船的旅客 有关诺罗病毒感染的讯息 要求大家小心防范 希望能在月底再度展开下一趟旅程之前 遵照CDC的指示 完成加强消毒的工作 记者徐佳仁报道